首先我想说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动态清零的总方针的出发点 是将14亿多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执政理念的充分体现 疫情爆发两年多来 中国新冠感染率死亡率保持全球最低水平 当疫情期间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有所降低的情况之下 中国近两年来人均预期寿命稳步上升 根据《自然医学》杂志研究文章预测 如果中国效仿某些国家躺平的话 可能会造成1.12亿人感染近160万人死亡 我想这些都充分说明 中方的防控政策是科学正确有效的 也是对人民负责的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 中方始终根据疫情形势的发展变化 不断优化防控措施 取得显著成效 我们先后经历了突发疫情应急围堵 常态化防控探索 全链条精准防控 全方位综合防控四个阶段 打一仗进一步 当前更加突出科学精准 动态清零 目前大家也都看到了 中国全国的疫情形势整体保持平稳 上海等多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正在有序地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实践证明 现有的防控措施 能够实现动态清零的目标 中国的防控政策适合中国国情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还要说一点 正是得益于科学精准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 中国不仅最大限度 减少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而且也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发展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五月份中国经济逐步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 主要指标编辑改善 国民经济呈现恢复向好势头 一到五月中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8.3% 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7.3% 韩国 美国 德国对华投资 分别增长52.8% 27.1% 21.4% 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 反映了外商对华投资的真实意愿 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信任 这些都说明良好的疫情防控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也是最有利的营商环境 我们完全有充分的信心 来实现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既定目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